民進黨各縣市黨部主委下個月要改選 各派系大佬也開始佈局 就傳出了謝長廷跟游錫坤私下合作 要在新北市全力抬轎游戲的子弟兵高志朋 除了要防堵新潮流獨大 還等於是佈局2018市長提名前哨正 期上翔一號出發卻搞不定龍頭 搖搖晃晃只好跟在民進黨新北市黨部主委羅志正後頭 他是新北市議會副議長陳文智 著眼5月22號民進黨地方黨部主委改選 故裝拉票先借單車暖暖身 跟隨著羅主委的腳步這樣一步一驅怕跟丟了 全程6公里當羅志正小跟班 但一雙皮鞋被發現很不合格 新北主委之爭新潮流汐陳文智 背後握有蘇貞昌人馬多席立委相挺 但就怕新蘇聯合作大 謝長廷項令支持游錫坤子弟兵高智鵬 走春活動不見游戲人馬 其實早就私下布局 我的總幹事在我最艱困選新北市市長 最艱困的時候他挺我當總幹事 那你說他如果要選新北市市長部的主委 我能夠袖手旁觀嗎 選主委是一種承擔是一種付出 也實在不應該搞到像現在又是什麼派系鬥爭啊 又是什麼陰謀論啊 又是什麼前哨戰啊 我會覺得有點被厚愛了 畢竟黨部主委掌握地方輔選資源 派系聯手合作的第一站就是兩年後的縣市長選舉 傳出謝系游錫坤人馬在新北市將權力抬轎高智鵬 苏系跟新潮流布局陳文智 可能是苏系大將吳秉睿 珠馬角竹 也不排除替賴清德提前布局 如果像賴清德賴市長這種強棒來的話 這種是黨中央處理啊 任何一個黨部主委都沒有辦法去左右 而且市長的選舉百分之百是民調決定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人正式的表態 我想我們也很希望知道人選以後 再來做決定 你好 全民族給三隻 你就拜託你 好 謝謝拜託 不論做教或抬教 五月主委改選 視為2018前哨戰 各派系在全台磨刀禍禍 要壯大自家實力 有電體育課章 劉宜萱 新北市報導